看,这架奥行的波音747上居然挂着无胎发动机 除了正常的四胎以外 在其左翼靠近翼根的发动机的里面 还又紧贴着挂了一台 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不管是波音还是空客 都有先例在自己的飞机上挂个奇怪的发动机的 比如这架的配置就非常抓人眼球 也是经常被大家拿出来说到的 另外还有这些样子的 明显就是把一台完全不同的发动机挂在了机翼的下方 它们都是新发动机的测试平台 就是专门用来挂上新发动机 然后飞到天上去测试它们的各种性能的 但是照片里面的这架奥行747 就是一架标标准准的民航客机 并且挂着的那台多余的发动机 也不是用来测试的 它是用来救急的 2011年7月15日 一架刚刚从约翰内斯堡起飞 前往悉尼的奥行747 在飞行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原来其3号发动机 也就是右翼内侧的发动机 突然发生了故障了 于是机组人员马上就将这台发动机给关闭掉 并且紧急返回约翰内斯堡 大约两个小时以后 这架带有故障的飞机安全降落了 好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怎么才能快速维修它呢 奥行在自己的总部拥有大量的备件 包括发动机 但是在约翰内斯堡却没有 所以它唯一的选择就是 从国内发一台完好的发动机过来 替换掉这台坏掉的发动机嘛 那该怎么发呢 普通的运输机机身当中 是装不下这么硕大的 罗罗RB211发动机的 而能够装得下的 比方说当时还没有被毁掉的 N225 注意一下又太贵嘛 海运倒是很便宜啊 但是却要等太久 对于一家需要盈利的航空公司而言 让飞机停在地面上太久 同样也是接受不了的 于是最终他们就想到了这招 将一台备用发动机 挂到另一架波音747的机翼下方 让它在执行下一次 悉尼到约翰雷斯堡的航班时呢 顺便送过去 所以啊 这台发动机 只是通过机械连接的方式 挂到了机翼的下方 既没有接入飞机的系统 也不会提供任何的推力 反而呢 还会增加一些阻力呢 好 故事的结束啊 自己搞坏的东西 当然还是需要自己负责任嘛 在换好了全新的发动机之后呢 这架波音747 又将自己带有故障的发动机 以同样的方式 挂在了自己的机翼下方 飞回悉尼送修去了